朋友们大家好,更新一道酸辣泡鸡爪的做法 做法简单易学,酸辣开胃非常的好吃 当做小零食,下酒菜都是非常不错的 喜欢的朋友双击评论支持鼓励一下,谢谢大家 首先咱们准备适量的配料 准备洋葱、姜、蒜、青红米椒圈、泡椒、柠檬、洗净皆好待用 准备鸡爪一分为二,剪去指甲洗净 鸡爪沦水下锅,加入适量的姜片料酒 水烧开以后煮十分钟左右捞出 准备一大盆凉白开水 把煮好的鸡爪倒入水中浸泡片刻 顺便洗去表面的胶汁 把提前准备好的配料全部倒入一个碗中 加入小半碗凉白开水 加入适量的生抽、米醋、盐、白糖、香油拌匀 再倒入鸡爪拌匀 装入保鲜盒腌制六个小时以上就可以吃了 夏天的话咱们放入冰箱冷藏保存 做法是非常简单的 酸辣开胃真的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着做下 别忘了双击评论支持鼓励一下方姐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